大家好,我是心血管徐医生 网红博主郭美美利用自身的流量热度销售瘦身产品 但是在3月18号,郭美美因为销售了违禁减肥药而被新拘 因为这款网红减肥产品当中含有的有效成分 西部取名,是国家禁止销售和使用的有毒有害药品 今天徐医生就来跟大家解析一下西部取名它的成分功效和副作用 西部取名它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剂 具有兴奋和抑制食欲的作用 最初这个药物是作为抗抑郁的药物应用于临床的 但是在临床治疗抑郁症的过程当中发现 这个药物所带来的降低体重作用明显的优于抗抑郁的作用 所以后来就作为减肥产品来被研发 比如诺美亭、曲美、诺卡、强筋等减肥产品 这些减肥产品当中都含有西部取名这个成分 西部取名它主要是可以抑制我们中枢当中 曲甲肾上腺素、五腔四胺和多八胺这些中枢活性物质的再摄取 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增加 从而会增加一种宝石感以及增加能量的消耗 从而达到减肥的作用 但是曲甲肾上腺素、五腔四胺、多八胺这些物质属于中枢活性物质 具有胶感神经系统兴奋的作用 长期的胶感神经系统兴奋会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 首当其冲的就是心血管系统方面 它可以引起人体的血压升高、心率加快 因此不少人在服用含有西部取名的减肥产品以后 会出现心动过速、心慌的症状 更为严重的是它还可能诱发中风、心梗以及肾衰竭等严重的情况 对于中枢神经系统方面也有一系列的副作用 主要表现为睡眠障碍、失眠、口干、头晕、头痛等不适 此外还可以引起消化系统方面的症状 表现为厌食、恶心、便秘、腹胀腹痛等 还可以引起肝功能的异常 由于西部取名这个成分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因此美国、澳洲、欧盟等国家均已经陆续的废止了该药品的许可证 我们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也早在2010年的10月份 明确禁止销售和使用西部取名制剂和原料药 所以徐医生提醒大家减肥千万不要选择减肥药 还是要选择健康的方式 低碳、低脂饮食、加强运动锻炼 只要下决心并且做到 体重一定能减下来 徐医生身边就碰到不少这样成功减重的例子 大家加油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健康 关注心血管徐医生 咱们下期再会